我們知道吃東西是我們有開口的來源 但是吃不到東西 可能會讓人太多努力 現在再來我們有醫學研究 在發現說如果吃太多磷 這種東西 如果會來作成這個油漬的變化 還會跟我們所來努力 有磷的東西 除了一些這個吸收和鋼瓶以外 請請這個海鮮說有什麼事情 小子 香蕉蕉蕉的洋流魚 吃兩隻 後出的磷就超過含量 再來以後中心研究發現 這次有太多磷可能造成磷化 你含量比較高的食品 除了拼折了這些東西 其實像是有白的海鮮也都含有比較高的磷 章魚或是魷魚這些海鮮含量 如果每一份來講 其實都已經超過至少500毫克以上的含量量 那有些人說吃的精神會好 這我們看到都是短期的 那我們看到長期的在 不管是在動物或人體實驗 其實對身體其實都不好的 另外像是 十二紅色的五百 那是吃兩塊 喝和量要逼餸一天 可以喝醋的最好一千兩百貨 醫生說 臨的代謝主要是靠油漬 那是喝醋超量 不會造成油漬負擔 那是沒辦法代謝 臨要在自己的身體裡面 造成會更改化必變 在高齡的情況之下 這些血管細胞呢 它會變成像骨頭一樣 所以呢 你一直刺激一直刺激 它血管就改化了 藝術表示 研究現實 臨列出價量才會造成浪化名片 就是讓人們分比不正常 會更小 要加重 優質的變變 讓民眾因為要平均來列出 甘蔑加工食品 讓身體代謝正常 記者綜合報道 為 tasted政治措置 答ご覧 答� 答點 答道 感谢观看